然後溫泉蛋 真的喔 溫泉蛋蛋黃不能夠熟 他已經熟了 所以要辦的時候 提不出那個溫泉蛋那個感覺出來 但我跟阿摩斯想法不一樣 師傅不好意思喔 沒關係啊 Fred你這一次呢 導師復刻又給他們出了什麼難題啦 為什麼要出這道菜 因為豬五花我個人非常愛 我是那種肥肉派的 所以我今天給他們的考題 就是要把那個豬五花 做到那個油脂 你咬下去是有汁的 但是 對 但是不是一抿就化開的那一種 凱君這邊 我們現在是先把南瓜巷 去做燉煮了對不對 是 我等一下把它燉煮完成之後 會變成南瓜泥 會拌入奶油乳酪跟鮮奶油 那我就是用水煮的方式 讓它煮到軟爛 那我的五花肉剛剛已經抓煙 進去烤箱裡面了 我們創意搭配的話 準備了兩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是熱前菜 黑松露野菇彎 溫泉蛋 你看起來很痛苦耶 它突然有點... 洋蔥 洋蔥流淚了 對 那另外一個的話 因為我們想把餐酒的搭配 組合放在我們的這個菜單裡面 所以我們寫了一杯調酒 是經典Mojito調酒的變化版 很不錯 宜酒佐餐 不過呢 Pred的不生酒力 還是你們想灌醉它 這個 我後來有聽說 但是一定要常常看 因為我覺得這個風味滿特別的 然後因為除了它很適合水果 所以我在這個經典調酒Mojito裡面 也加了新鮮的颶風葡萄 所以它其實會讓你覺得 摸摸摸 好像好吃 好像是酒耶 然後但是就又喝下去了 這種酒最恐怖好不好 好像很好喝耶 不知道是不是酒 然後等一下我們現場 就看到Fred在那邊 酒後亂性 你比較漂亮的啦 對喔 你坐我旁邊 最常女性請離他遠一點 剛剛就想要問那個凱君啊 因為我看他直接 南瓜就水裡面煮了 本來想要建議他 就是南瓜先炒一下 南瓜炒過之後 它那個香氣和甜味 才會散發出來 尤其你不是用高湯去煮 它那個南瓜的味道 會蓋減低一點 對 所以 相較起來 來縱尾這邊的南瓜 你的味道可能會比較 值得期待 對 現在感覺南瓜燉煮得 有鬆軟囉 對啊 感覺還不錯 對 那那個肉 你們是預計到最後的 大概 那現在剩下六分鐘了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請 請停手 真的好險 慢烤豬五花做禮子醬 首先把豬五花抓煙之後呢 先進烤箱 因為時間的壓力 我們就濃縮成二十分鐘 再用煎的方式 讓它更融合之後 再用我們的甘蔗皮 去做一個燻的動作 像外面現在很多人都是用 煙燻油的方式 或煙燻水 去呈現它的味道 我們是用純天然的方式 去營造出這個燻的味道 跟那個什麼 跟凱欽 南瓜應該炒過 那個味道會比較香 發現它水煮的味道 當然可是它調味也不錯 然後顏色也有出來 對 我覺得兩組表現得非常好 那我覺得他們在肉的表現上面 我覺得不分宣指 其實我們在發想這道菜的時候 就是用做給重要的人吃的這道料理 當作一個出發點 對,所以就是發想一個熱前菜 Hot Entree 然後因為我們又在想 重要的人會想要什麼呢 那就是會想要一個 完整的餐點提供給他 所以就多了一個餐酒餐 大家這個想法 寫了這個Mojito的變化 版Triss Mojito 溫潔蛋 真的也是失敗 真的哦 溫潔蛋蛋黃不能夠熟 它已經熟了 所以要辦的時候 起步是溫潔蛋那個感覺出來 但我跟阿摩斯想法不一樣 我覺得那個Mojito調得真好 而且你的溫潤蛋做得很好吃 真的很軟心 阿摩斯,不好意思 我不... 這樣觀眾整個 不知道到底我們在演什麼 前一個泡成這樣 後面一個把它盛戰成這樣 大家想像不出這個口味 當然是怎麼回事 因為這是屬於西餐的熱前菜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安全排擬 你要做得難吃,很難啊 那我覺得這道菜也做得很好 上來的時候溫度都還在 不是冷的